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里… 觀光局補助國旅 碰上元旦假期各大景點 湧現人潮 有人還在訂房間 卻看到這個價格嚇傻了 訂購平台上 溫泉會館這間房 要價8萬多塊 對啊 太離譜了吧 這個房價 對啊 當然 又不是總統套房 如果真的有錢我會啊 就刻意去跟它試試看 對啊 就試試看啊 真的不誇張 宜蘭的溫泉會館 一個房間要8萬062元 網友看了說這個價錢 去住沖繩還可以住到兔 還有人說突然覺得 在關島五星級度假 酒店一晚 1萬5一點也不貴了 無獨有偶同一個頁面 移來的汽車旅館 價錢也很驚人 一個晚上要1萬8千元 現場客人他想要入住這個房間 那當下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去 把這個房間的房價 改成這樣 讓客人要去訂這個房間 就算客人不小心訂了 那我們也會全額 讓它免費取消 我們的房間已經滿了 避不得已的情況 現在才把房價拉高的 但其實我們是官房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還看得到 業者說跟訂房平台有打契約 必須照規矩來 一間房大約1萬4、5千塊而已 但是依照同樣的邏輯 高雄左營這一間會館 開出77萬9千多元的住宿費 但是裡頭卻還剩下兩間房 讓人看不懂 國旅補助成了全民運動 但訂房卻被價格 嚇了好大一跳 最好還是親自打電話問清楚 避免撲空 三線黃國越許惠美 Elan陳鋒的